我們在所謂的AXS的Security 我要去存取任何東西的時候 大概都要經過這三個 所以你也一定都會經過這三個 你去用你的金融卡去提款 或者你的信用卡去提款 那一定會要先認證 用帳號密碼去認證 進去以後你去做的事情 一定是就授權的 然後你做的東西一定會被Accounting 會記錄下來 這是AAA 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and accounting 這個東西要考試就很容易了 AAA是代表哪三樣東西 然後這些認證是可以在 Local做也可以在Server做 這個我就不詳細談了 這是Cisco投影片裡面的 Cisco教材安全投影片 我就不談了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Least Privilege 就是我不給你超過你 我不讓你有遐想 有任何遐想 就是該給你的權利就給你 我在那個管理者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給你多了你就去幹壞事了對不對 我開太多後門給你你就去幹壞事了 那所以我就給你 你該拿到什麼就拿到什麼了 可是這個說說容易做起來的話 實作者就會很辛苦了 像Facebook上是做的不錯的 Facebook它是可以做很精細的管理 可是使用者用到多不多不太多對不對 除非你碰到了你的這個前任男友女友 或者誰人同學你的死對頭 他要在追蹤你觀察的時候 你才會仔細的研究 我怎麼樣要給他的Least Privilege 怎麼樣來做 不然的話大家都不會注意 但是Facebook要做到這個部分 實作者要花很多很多的力氣 來提供維護這個原則 Least Privilege 你要做 所以我們怎麼設計的都是Eleast Privilege的概念 那如果還有一個Privilege的Conflict 就有時候在複雜的時候 在網路系統 又有Local又有Server段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授權的衝突 就是你自己有忘記的 我就讓他在這裡可以做 讓他在那裡不可以做 結果呢 那你就給他一個後門 從什麼地方可以 所以在網路上面 那我們提供網路服務的人呢 像這樣自己好幾個學生 他做了論文 小胖論文就是要找出這些漏洞 找出這些漏洞 能夠讓使用者能夠更清楚一些 但是使用者有時候不care 他也沒有辦法 他沒有認知沒有辦法 那所以Separation of Duties 這個是另外一個 就是你不能讓 讓這個每個人 Control and Duel Operation 像我們 最基本的一個概念是 在會計部門是 管錢的跟管帳的一定要分開來 對不對 就是你管現金的 管cash的人 跟管帳的人一定要分開 如果又管錢又管帳的話 會怎麼樣 那就會出問題 就容易出問題 不見得 如果品德OK 那不會出問題 但是那就是Separation of Duties 很多東西要Separation of Duties 像我們 像我們有一個 我自己有一個博士班同學 他就是前一陣子 剛剛出門 有些同學可能會認識 上上學學來離開 那個曾文先生 對 他在我們學校的身份 好多個身份的 他就是老師 他就是講師 他就是學生 他也是職員 所以他好多的身份 那他用系統的時候 那他系統就是這樣 Separation of Duties 他不能用他老師的身份去改他的成績 他不能夠用這個 所以他對他修課裡面的那些學生 他就可以給成績等等 所以這個就是 有的時候你好多個身份的時候 你就要把你的系統的實作 你就必須要注意到這些部分 那還有很多Notation of Duties 這原則都是很簡單 你要碰到實際狀況的時候 有時候會很複雜 OK 好 那這個是最基本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這個 加密解密的這個基本的原則 那加密解密的這個我們剛才講過 就是兩個人中間 就會有人偷聽了 一個Alice 一個Bob 這個圖是Universal Diagram 壞人就叫Trudy 壞女生 其實也可以說男生 就有點性別歧視 但是基本上Alice跟Bob 他們在講話的時候 他都可以偷聽 那所以呢 所以這個 所以Trudy是他們的敵人 那偷聽的話都要被拿到 那怎麼辦呢 那注意到這Bob 他不見得就兩個人 這可能是兩台電腦 這中間可以變成是 兩個Server 兩個DNS Server 或兩個Web Browser 或是等等 Client Server 都可能 這是概念性 只要兩個在溝通的時候 就有人可以在中間偷聽 偷聽的話呢 就讓你聽不懂嘛 聽不懂怎麼辦呢 像有的人家長會一些語言 小孩聽不懂的 那這個 那這個 家長要講秘密話的時候呢 就用一些特別的語言 小孩就 然後很快就學會了 就學會一種語言了 那這個就類似的 就讓這個第三者聽不懂 那聽不懂怎麼辦呢 那 就加密 就你拿一個這個key來加密 你有這個key加密了以後呢 他聽到 他拿到的就 那 可是 問題是你加密以後 要注意到 對方一樣能夠解密 你用這個key 你的message是m 你用 這個alice 用ka來加密 加密了以後呢 這個變成Cypher Text 加密了以後 那 收到的人呢 他一定要能夠解開來 你如果他 他用那個key 沒辦法解開來 他一樣 他也是不懂的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 加密解密的 加密密碼學裡面 所要探討 就用什麼樣的key 然後讓他加密 然後那邊看不懂 然後我有另外一個key 我就可以把它還原 等等 就主要主要是 談到這個 所以有好多種 有好多種 這個加密解密的方法 那 最基本最早是 symmetric Key的 那 兩個人都同樣的一個key 同樣的key的話呢 我用這個來加密的 叫那個解密 像最常講的 每一個密碼學裡面講 就凱撒的加密法 凱撒就是C的 就是最早羅馬帝國的那個 那他 他那時候就是怎麼樣 他羅馬字母呢 他今天晚上 我們的加密是3 明天是5 就是 我們把羅馬字母 往前3個 或往 然後 我們知道 我弄金要就是3 所以我送出去的 就是敵人看不懂 那可接受人知道 我們今天晚上的這個密碼 今天金要是3 他就拿到那些文件 就把它再 再往後3 往後3個字母 那加密就往前3 明天呢 我們變成5 所以就偷到 但這個是很容易破解的 那 這個是 千年以前的這個方法 是千年以前的方法 那 那這個 兩千多年以前的 那這些方法 那 那現在當然這些都 沒效了 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都還是用 Symmetric的這個 方法 用密碼簿 就 這個 美軍 日軍 德軍 都在到處在偷那個密碼簿 如果你看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些 電影的話 影片的話 那 那都是Symmetric Key的 Cylography 那 那 Ceaser Cipher 那 Symmetric的Cypher 其實後來 現在還有在用 那就 那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最大的問題是那個 Key 我們有同樣的一個Key 那這個Key 如果我們兩個在網路上面 我永遠不認識 我不認識你的話 那我怎麼樣把Key給你呢 我怎麼能信任你呢 所以它問題是在那個Key的傳播 所以等一下我們後面 呃 等一下休息一下以後 我們那個Key 後面會談那個Key Distribution 那那個Key要怎麼樣的 來傳給你 Key怎麼樣管理 那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 兩個用同樣的Key的話 那個Key到底要怎麼樣 那 那同樣的 它這個加密的那個演算法有很多啦 方式有很多 String Cipher跟Block Cipher 就是 它 雖然是對稱 但是我是要 要一個一個一個Bit 或一個一個By過來 還是我一塊一塊的這樣子來做加密 那這個叫 String Cipher跟Block Cipher 這個都是對稱式的 有很多種啦 那這個我們就不詳細的談了 那比較有名的是 DAS 但是DAS已經被破解了啦 很早了 好多年以前就被破解了 DAS 那還有AES 欸 呃 有 有好 DAS這個 你看一看就知道 有點點囉嗦 那Key是一樣 但是我一個資料進來以後呢 我起碼要做好多個動作 又Shuffle 又Change 又Ecrucive 就做很多很多很多 才跑出來 要做好多次 可是這個都會都被破解了 然後你回去要怎麼做 那這個 這個 密碼學科會談這些 但是 我們就 就不談了 那 那比較有興趣的 比較重要的是 非對稱的這個 非Asymmetric Key的 一些演算法 那最有名的是 RSA啦 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的 他的那個 名字的這個 第一個字母 那 那這個叫做 Public Key的 Critography 那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這個圖片